欢迎收看东京走着桥,我是维恩 本系列的影片要来简介东京的各个区域 介绍他们的位置、特色以及推荐的美食等等 本集要介绍的区域是神乐坂 神乐坂是东京都心内独具风格的住宅区 神乐坂不仅是地区名称 也是贯穿该区的主要街道名 坂在日文中是坡道的意思 而神乐坂就是从神乐坂站到饭田桥站的一条上下坡道 神乐坂位在东京的新宿区 交通很方便,有多条路线行径 包含了Metro东西线的神乐坂站 都迎大家互线的牛淤神乐坂站 以及JR中央线、中央总武线 Metro东西线、有乐丁线、南北线 都迎大家互线的饭田桥站 加入的方式很简单 只要到我们的频道首页 在订阅的左边有一个加入的按钮 在加入之后就会跳出订阅的方案之说明 依照程序填入资料就可以加入会员啦 神乐坂又被称为东京的小巴黎 主要是因为当地设有法国政府公认的 法语学校与法国相关机构等 而附近的街区中 又有许多很像欧洲的石板路跟蜿蜒小巷 加上当地有许多的法式餐厅 因此获得小巴黎的称号 前面提到神乐坂这条坡道贯穿了整个区域 而我对于坡道、海建筑以及小巷弄很没有抵抗力 就觉得很舒适又悠闲 两旁有不少的小店 像是大野屋牛肉店 它的面一样炸得很脆 然后牛肉是吃起来油味十足 然后不会太老太熟 搭配那个蛋混合起来 那个口感跟味道都还蛮脆的 记之善日式甜点 可力饼 50番肉包等等 我买了一个看起来超级大的包子 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包子 好特别的味道 很像活跳墙的料包到包子里面 从神乐坂通转进附近的小巷子里 到处都可以见到铺满石板路的蜿蜒小巷 再搭配上附近的日式住家与餐厅等 不管是散步或是拍照 都别具风味 接到的名称 我会放在资讯栏的Google Maps连接里 市城神社 就会在地下铁神乐坂站 走路一分钟的地方 由日本的名社机师 威延武所设计兼修 其历史有700年之久 但目前的建筑本体 是在2009年的赤城神社再生计划所建造 特色就是在传统的神社中导入了现代的建材 例如玻璃、钢筋等等 也被称为最时尚的神社 Canel Cafe 围在饭田桥站旁 也是走路一分钟的距离 是整个神乐坂最爱的景点 因为没想到在东京都心车站旁 就有一个这么悠闲的户外咖啡厅 可以坐在翠绿的运河旁 看着火车经过 然后舒服的喝咖啡聊天 春天的时候运河旁还有樱花可以赏 除了咖啡之外 旁边也有一个室内的餐厅可以用正餐 除了刚刚提到的店家外 额外再推荐一些餐厅给大家 尤其是这边的法式料理 可以选择中午的时段来吃 会提供比较优惠的价格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 拜拜 这个是加紫苏的托贴 我们试试看吧 紫苏跟锅贴就是非常的配 然后你看那个肉质这样滴下来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